最近《自然》杂志上刊登了一篇把死亡的动物复活的实验 当然这里的复活要加引号 其实它是耶鲁大学一批科学家做的实验 一只已经死亡一小时的猪 通过注入一些机体保持液 恢复了一些已经开始死亡的细胞的活性 尽管生物体并没有活过来 但身体的很多器官都逆转了死亡状态 看上去和刚死的那一刻没有什么差异 今天科技参考我就来给你介绍这个研究 并解读它背后的意义 这篇文章的标题叫做 全身长时间热缺血后的细胞恢复 其实这项研究是一个拓展性的成果 它之前的一个版本是2019年 由同一个团队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另外一篇文章 在那篇文章里 他们把32只已经死亡了4到6个小时的猪的大脑部分复活了 我们知道 一旦生物体的血液循环和呼吸停止了 各处器官无法得到养分和氧气 只需要几分钟时间 细胞就能感知到危机的到来 如果延续半个小时 相当多血管中的血液就会开始凝结 细胞纷纷开始死亡 器官也会随着细胞的死亡而衰竭 到了这一步 生命就彻底无法挽回了 死后一小时 机体开始僵硬 如果已经死了4个多小时了 那个时候的猪和肉连厂里的猪肉 其实已经非常接近了 但2019年的时候 耶鲁大学的科学家建立了一套体外血液循环系统 起名BrainX 这个系统有点类似于ECMO 也就是新冠疫情期间大家听说的人工肺 但跟人工肺不同的是 人工肺里循环的只是血液 而这套体外循环系统里 还加入了抗凝剂 抗生素 电解质 氨基酸 和其他营养液等十几种物质 结果在接入BrainX之后 死去的猪大脑皮层的神经元死亡数量大幅的减少 神经元的形态跟密度不再继续恶化 甚至还有一部分神经元重新恢复了 用电极可以检测到很多单个神经元的电活动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以为 大脑里的神经元非常脆弱 几分钟的连续缺血就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但这套系统证明了 脑神经元的恢复功能 或许比之前人们认为的要强得多 那次实验进行了六个小时 随后因为资源有限停止了 在停止之前并没有观察到 大家翘首以待的全脑电活动的信号 或者是意识的复苏 尽管如此 它依然登上了那一期的自然杂志的封面 而这次对死猪的全身器官做复苏 则是那个实验的进阶版本 上一次接入的器官只有大脑 而这一次把这套体外循环系统 接入了猪的全身 系统名称也从BrainX改为了OrganX 这次不止给猪的大脑提供维持跟恢复条件 还为全身的其他器官都提供了维持和恢复条件 这次实验用的猪只死亡了一个小时 OrganX系统由各种传感器收集数据 然后由计算机控制 系统分为灌柱装置跟灌柱液两部分 灌柱装置和ECMO类似 由离心泵 加热器 血透吸过滤器 脉冲发生泵 血压传感器 流速传感器 代谢传感器等等组成 实验一共维持了6个小时 为了验证维持效果 还使用了一台ECMO作为对比 它跟OrganX最大的差别是灌柱的液体不同 刚刚咱们说了 ECMO里只用猪本身的血液 而OrganX还加入了抗凝剂 抗生素 电解质 氨基酸 跟其他营养液等十几种物质 对于已经死亡一个小时的个体来说 按说在6个小时的维持时间里 一切指标都应该迅速的恶化 哪怕是上了ECMO 也会快速恶化 但实际上OrganX上的情况要好很多 甚至有一些已经崩坏的器官 逐渐恢复了活力 我在文稿中放了一张对比图 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点开看看 图中左侧是使用ECMO 维持了6个小时后的猪血管造影的情况 而右侧是使用OrganX维持下的血管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 使用OrganX维持的 不但大血管依然保持充盈 而且毛细血管也是密集的分布着 而使用ECMO维持的猪身体 不要说毛细血管几乎全都不见了 连大血管也都损失殆尽了 除了血管和血液状况之外 实验还检测了几个重要的器官 比如说心脏 肾脏 肝脏的指标 结果发现在OrganX的维持下 器官完整性得到了保证 器官的出血和肿胀大为减少 死亡细胞更少 肾脏中出现了细胞增值 肝脏中蛋白质合成增加 葡萄糖消耗增加 这些都是器官在修复自身的时候 才会出现的指标 此外还恢复了部分脑的功能 在接受电刺激的时候 猪的头颈身体会发生不自主的抽搐 也就是说从细胞层面 实现了猪的死而复生 不过这并不是猪真的活了过来 只是一部分细胞起死回生了 因为猪的大脑没有生理活动 测量脑电图的时候 没有活猪的典型信号 猪也没有出现知觉和意识 换句话说 这只猪顶多从百分之百的死猪 变成了百分之五十的植物猪 最后我们来说说这个实验的意义 很多人会对已经死亡几个小时的猪 头、颈、身体开始抽搐 产生了恐怖的印象 认为这根恐怖片里 变态科学家复活弗兰肯斯坦 是类似的疯狂实验 这是打算制造僵尸战队吗 其实不是 这些只是测量身体体征的 各种方法中的一种 只是来看看利用OganX能把一个从常理上讲 已经死得透透的生命体能抢救到什么地步的一个尝试而已 而我们可以从实验中专门拿它跟今天医院里昂贵的ECMO去对比 我们就能知道一旦这个技术成熟了 首先会取代ECMO 而不可能用来符合死尸的 你觉得一套比今天的ECMO 效果好上几倍的体外生命支持系统 会是疯狂科学家的恐怖实验吗 当然不会的 这些都是为了挽救人的生命的 首先它可能会运用在器官移植的手术辅助上 辅助什么呢 就是保持手术个体的活性 比如说心脏移植 患者的心脏已经停跳了 但合适的心脏还要五个小时之后才能送到 这在以往就很难赶得上了 但如果这个技术成熟了之后 可以利用OganX维持住患者的身体状况 挨过这个致死的五个小时 等那颗心脏患上 当这个技术更加成熟了之后 甚至还有可能小型化 让它可以只维护那些离开身体的器官 因为除了肾脏之外 大部分的器官离开人体之后 即便在低温下 最多也只能保持良好状态几个小时 超过十个小时再移植 很多器官的移植成功率已经微乎其微了 所以很多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 在今天会遇到一种非常可惜的状况 遗体捐献者的配型跟它是很好的 但中间隔了800公里 怎么都来不及把器官运送到病人所在的医院 做移植手术了 那么今天介绍的这个技术 一旦经过完善跟成熟 也许就能让一些器官 哪怕从1000公里远的地方运过来 也和刚刚从供体中取出来是一样健康的 让移植手术在最理想的条件下进行 此外 这个技术还有一个应用 就是器官培植 我们之前介绍过 人移植猪心脏成功的案例 不过那个患者 后来还是因为各种原因 很有可能啊 是猪的聚细胞病毒感染 只延长了不到两个月的生命就去世了 尽管在手术之前 科学家对那只贡献心脏的猪 已经做了详尽的基因改造 把所有已知的可能引发排异反应的问题都去除了 但还是潜藏了太多的物种间的隔阂 最终导致了问题 所以其实最完美的器官 还是那个患者自己的器官 而如果这项技术成熟了 可以利用OganX在体外培育 从患者自身提取的蛋细胞 分化而成的器官的话 这个器官跟患者的配型完全符合 相当于同卵双胞胎之间的器官移植那样 当然 无论以上哪种方法 OganX离临床应用还远得很 也许几年之后 OganX的下一个版本 还能大幅的增加起死回生的效果 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下一个版本来看看 我们下一个版本来看看 感谢观看